就是怕我媽跑出去 所以就鎖了好幾個鎖 我媽媽打不開 打不開她又怕我姐夫知道 她就跑去廚房拿那個菜刀 要把那個鎖敲掉 ㄎㄎㄎㄎㄎㄎ就有聲音 就把我姐夫吵醒 我姐夫一看到我媽媽在敲那個鎖 就去搶 然後就問我媽說 妳要幹嘛妳要幹嘛 我媽說我要回家 我要回我們家 就回她自己住那裡 可是不可能讓她回去 然後就一直在搶的過程中 刀有傷到我姐夫 然後姐夫就有點流血 就流血 然後我姐夫在處理傷口的時候 就是怕我媽又拿刀 所以就有把那個鎖就解開 我媽就跑出去了 可是我媽出去的時候 是沒有帶鑰匙也沒有錢 她就攔了計程車 還真的回到她住的地方 然後回到她住的地方 她上不去 她也沒有鎖片 她就跟管委會講說 妳幫我叫鎖匠來開門 其實在這之前 我媽媽就常常叫鎖匠 所以管委會的人就很習慣 我媽會叫鎖匠 但是已經一陣子沒有看到我媽媽 我媽媽就在我們姐妹家 這樣輪流住 然後就問她說 妳媽媽妳要幹嘛 我媽就說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我老公等一下要回來了 那管委會就覺得 我爸都走十幾年了 我爸怎麼等一下要回來 然後就不讓我媽媽進去 當然我媽也上不去 只能在大廳的廣場在那 然後就拉來拉去有點爭執 然後就有人 就說梁媽媽已經瘋了 嗯不對 就他們也沒想到失智啦 就說我媽精神錯亂什麼的 可是這句話就會 大家的那個行為什麼就會揣測 然後我媽媽還住在家裡的時候 她有過瓦斯開了沒有關 是 輕度的時候有時候會要求一直吃東西 在輕度的時候 病人會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她體重會變胖 為什麼呢 因為她會一直忘記自己有沒有吃東西 可能她吃了 她會跟她的兒子說 媳婦都沒給她吃 然後對剛開始初期 就是兒子會說 妳怎麼都沒給媽媽吃東西 可是媽媽明明就吃三餐加點心了 她都沒有吃 對 每次妳不會看妳媽媽已經泡五公斤了 對 可是這時候 這時候妳用口說五品嘛 那有幾個方法可以 就是給予建議 第一個就是拆解餐次 就是有時候可能她一直跟你回說 她都沒有吃 然後她很餓 可是事實上妳要怎麼辦 就是比如說她可能吃 因為老人家都吃三餐習慣 那妳就把早餐拆成兩餐 就是比如說可能她早餐 她就是吃燕麥加豆漿加水果 那妳就把燕麥就是減一半 然後豆漿減一半 然後把這個東西再放到十點多的時候 哎呦 我這個媳婦 妳把她拆解餐用這麼久我吃 可是其實他們在吃的時候 當下她可能會覺得說可能少少的 可是總比她下一次她在揮妳的時候 妳跟她講不能吃的時候 她會覺得是妳不給她東西吃 所以變成妳一邊的時候三餐 妳就是要拆成兩餐兩餐 現了風就一定反彈 又加上那一股能量就會到我們家裡面 是售後面 這售後面的能量就是五行 這個五行就代表她會有什麼狀況 這叫做腫瘤特別多 所以我們家裡面長輩她就容易很多腫瘤 那還會有很多什麼意外 血光自在 那為什麼會有意外血光自在 就是因為這個氣流變亂窜 嗯